西出玉门开播,陈都林惊喜客串 由妮妮,白宇主演的改编自尾鱼同名小说的沙漠探险奇幻电视剧 西出玉门,9月7号开播了 故事讲述的就是沙漠玫瑰叶刘希与志勇沙辽昌东 一个为了解开身世之谜,一个为破解过往真相 两人联手深入沙漠的故事 沙漠,探险,未知,听起来就十分的代感 这部剧从一开始宣传的演员阵容就蛮让人期待的 开播之后没想到又给了小青一点惊喜 第一集为了让整个故事变得合理 特地安排了一个走南闯北的奇人 用说故事的方式展现整个故事的开端 这个老头给一个没有作画灵感的画家讲述故事 画家出场总共16秒,每一秒都惊艳 饰演画家何小玉的是陈都林 是的没错,就是今年频繁刷屏的陈都林 这次饰演的画家何小玉 第一个镜头是阳光下 盯着走南闯北的老沈 带着好奇的眼神打亮 随后是他拿起画笔 用橘红色在画布上涂画 那颜色仿佛膝下的残阳 这个角色出场 一共就16秒 却自带白月光氛围 这个月好巧不巧 陈都林客串的另外一部戏 云之雨也上了 他在剧中饰演男主公子雨的母亲蓝夫人 他的每回出场都在男主的梦里 或者其他人的回忆里 一出场 蓝衣撑伞站在弯曲的连廊里 漫天飞雪 清冷忧郁 站在那里就有故事感 随着他在整个故事出场次数的增多 破碎感愈加明显 莲花楼里香颠女主乔婉 吸出玉门里的16秒客串 云之雨里嵌在回忆里的白月光 都让陈都林的客串有了意义 网友纷纷调侃他 有效客串 天选打工人 小青就好奇啊 今年陈都林已经有一部长月静宁播出 客串了三个角色之外 他还有剧吗 一查吓一跳 陈都林这代播剧属实有点多呀 一 一念观山消炎 一念观山是一部原创武侠电视剧 由刘诗诗 刘宇宁主演 这是刘诗诗睿为多年再度出演古装武侠剧 当时官宣演员振荣的时候 就发现这部剧全员美女 陈都林在剧中饰演的是野心十足的皇后消炎 为了配得上皇后这样尊贵的身份 她的扮相奢华富贵 二 狐妖小红娘月红天 月提侠 狐妖小红娘月红天的主演是杨逆 龚俊 这是杨逆再度回归古偶的新作 并且还是由经典IT改编 观众对这部剧的期待也是非常多的 从开机路透 定妆 演员阵容 大家都在期待关注 当时传出来由陈都林饰演月提侠的时候 放出了她的定妆 大家纷纷表示这次剧组装造有在用心 陈都林双麻花辫 夹带绿色发饰 这一身森细浅绿的着装 宛若森之精灵 装造很贴近束腰这一人物设定 月提侠有单独是一个篇章 类似于单元剧一样 她与胡伟生爱而不得 在原著漫画里感动了多少人 不知道电视剧会如何改变 陈都林在《孤舟》中扮演的 是民国时期的一个弹词女先生 预告里一首琵琶弹得蜿蜒满转 她本身就自带一种清冷温暖的气质 加上旗袍的氛围感 让人眼前一亮 还有预告里一身橘黄色带花旗袍 眉目如画的打麻将 分为唯美为患 剧中张海默一直默默守护的故意中 他们在工作搭档中暗生情愫 4.金庸武侠事件 冯恒 冯恒是东邪桃花岛岛主黄耀师的妻子 黄荣的母亲 在很多影视作品里 冯恒大多数是停留在回忆里的角色 黄荣回忆母亲 黄耀师回忆妻子都说她的外貌轻密脱俗 风华绝代 为人聪慧绝伦 温柔雅讯 记忆力极强 有过目不忘之能 在金庸武侠事件里 编剧不再重点琢磨郭荣的故事 而是把目光放在了上一代人 5.幻西沙正诞 幻西沙由佟丽娅和韩庚 何论东和陈都林主演 讲述了过去十年无虐之间复仇和霸权的历史 西施 范黎 夫插和正诞之间的爱与恨 陈都林饰演的正诞 有清诚可人的一面 也有端庄内敛的一面 预告里的他皱眉忧伤 红红的鼻头 看上去楚楚可怜 总是让人心生疼惜 6.大唐狄公案秋月 秋月篇在小说中是红楼案中间的剧情 设定在中元节前后 绝美花魁秋月被害 引起一桩陈年旧案 陈都林在这剧中客串花魁秋月 惊鸿一篇 灵动绝美 有花魁的风范 被困横电成了男主的白月光 这六部存货 除去孤舟的题材是民国谍战剧 其他的都是古装剧 而陈都林的角色 大多数都是白月光类型的 而且他基本上不太在乎 这些角色有多少戏份 只要是自己以前没演过的类型 他都愿意去尝试 看过陈都林的采访 他说演员不是非得演女一难以 自己从不介意角色到底是主角 配角 只要被角色打动 就愿意去饰演他 共情他 这些白月光角色 差不多都是同一年拍的 很多人可能会觉着他是不是有资本 才能频繁地去刷脸 事实上 如果他真的有资本 完全可以挑一个戏份更吃重的角色 而不是相编白月光 他能出演这么多白月光是因为在去年 也就是2022年 因为口罩问题 他被困在恒店11个月 许多组原定的演员无法赶到 而他正好在恒店 且有空还好合作 所以剧组需要他就去客串 那时候的特殊管理规定 出差来回得隔离14至21天 对工作等方面都非常不便 为了工作 他干脆那一年都不出恒店 大家在这些剧里期待哪一步的播出呢